这阵子大家都不忌讳鬼越半夜出门了 北投图书馆 北投公园附近 昨天竟然会堵到这个情况 骑士 汽车驾驶 车随便停 要来抓稀有的宝物 警察开了七十几张法弹 哪里 卡比多啊 这里这里 哪里啊 全家便秘商店那边左转 突然站起身 接着开始狂奔 但越往目的地靠近 前后左右越来越多人聚集 卡比多 卡比多 低头看手机 边移动边寻觅 没错 神奇宝贝出没 但夸张了 这个时间明明已经凌晨 但北投公园旁 通往温泉区的巷弄却被塞爆 有没有抓到 卡到了 抓到了 抓到了什么 卡比兽 你有没有抓到 没有抓到 还没抓到 有有有 发现卡比兽踪迹 大家疯狂了 就怕抓不到有人朝马路 不需要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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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在管喇叭声 因为就连汽车机车也是随便一停 先抓宝再说 结果车道被堵交通大乱 而行人也难通行 去过去过 一来就超多 一两百人一定有 你们打算回到几点 四五点该有 明天没事就对 明天上班 这样不累 要成为Pokemo大师 从18号晚间 这儿就聚集大量抓宝人潮 一会儿被投图书馆附近 一会儿被投公园周遭 住户不满 凭检举 警方规劝劝不离 结果开出74张违规罚单 手机抓宝 众人疯狂 然而是热潮 亦或乱象 似乎只剩一线直插 TVB新闻无居嫌 台北报道